美国大使抱怨中国探阅不带上美国 中国方面表示为什么不带上美国 美国人的心理比谁都清楚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妞 最近美国驻华大使指责中国说 中国没打算在探阅方面与美国展开合作 说句不好听的 中国为什么不和美国合作 你们美国人就 心里就没点数吗 别忘了 现在在美国和中国进行航天合作 可是违法行为 而合作违法的法理应据 就是沃尔夫条款 沃尔夫条款是美国众议院 拨款委员会商业 司法科学及相关机构小组委员会主席 弗兰克·沃尔夫提出了一项 禁止美中两国之间 任何与美国航天局有关 或有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协调的联合科研活动条款 该条款2011年正式通过 禁止NASA与中国进行任何航天领域的合作 当时美国人出台这个条款的目的在于 限制中国的航空航天发展 该条款通过之后 不仅来自中国的科学家 无法与NASA进行任何交流与合作 甚至在美国机构工作的中国籍研究人员 在美国学校学习的中国籍留学生都受到扬紧 他们要么被拘捕 要么被遣返回中国 而且直到今天 美国大部分政客为了拉取选票 在不同场合承诺 一旦自己上台将会推动立法 将沃尔夫条款永久化 法律化 现在中国开始筹备登月探月项目了 美国人才想起来和中国合作 开什么玩笑呢 真拿中国人当成大傻子了 中国并不拒绝任何与外国的航天合作 目前中国与全世界50多个国家 航天机构航天组织 签署了170多项合作协定 或者航天备忘录 这其中有俄罗斯 法国这样的航天大国 这些国家有传统航天产业 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些 我们暂时还没开发出来的技术 也有巴西 巴斯坦这样的国家 虽然他们没有技术 但是有人才 很多他们的航天学者 或者是大学教授提出的项目 他们自己国家 没有能力和经济去验证 就委托中国协助完成验证和实验 当然其中也不发沙特 阿灵球这样的国家 人家一没技术 二没人才 但是人家有钱呢 既然有钱 那你就是爸爸 中国甚至可以在空军站上 给沙特宇航员留一个位置出来 可是美国人有什么呢 有人才 但是和中国交流就违法 有技术 但是给中国的 全是落后好几十年的技术 中国看不上 至于钱 哦 这个真没有 所以你什么都没有 就舔着个大脸蛋子 臭不要脸的上来说 要找中国搞合作探阅 空手套白狼是吧 黄鼠狼给鸡百年 好歹还知道带点年货呢 中国在航天合作的事情上 被美国人坑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当年我们和欧洲合作 搞伽利略导航系统之后 我们给欧洲提供了20亿美元的资金 同时还贡献了自己的科研力量 希望可以在系统建成之后 购买伽利略定位服务 结果人家核心资料不给你 图纸不给你 甚至开会不叫你 至于原因当然是因为 美国人对欧洲政府施压了 他们表示 如果中国人用上伽利略 他们就要对欧洲动手 畏惧美国影响力的欧洲 自然选择人送 最后在没有中国的后续投资 和科研人员协助的情况下 伽利略系统搞失败了 中国也投了20亿 买了一个写的教训 最近美国人又出面 把中国和欧洲的空间站 合作计划给搅和黄了 还是熟悉的施压套路 欧洲单方面终止合作 召回了在中国培训了好几年 马上就要上空间站的宇航员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人还找中国 真就觉得中国人傻了吧唧的是吧 其实中国的发言人给出的总结 已经完美表达了 我国现在的态度 我们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 各国科研界人士 按照中方已公布的 月球样品申请办法 以合适的方式及渠道项目申请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 美国现在没有任何 中国想要的和需要的东西 合作是没法合作的 当然我们也愿意帮助 落后国家进行科研项目 只要你有诚心 我们就能协助你的航天工业 所以美国人就别来吵吵了 丢人不丢人啊 你们要真想借助中国的力量发展航天 就先按照中国给的方式 把合作项目填了 让中国人来审批 哦对了 差点忘了 美国航天工作者 填中国的项目合作审批表 是违法行为 不好意思 是我梦浪了 既然在美国和中国 国搞航天合作违法 那我们也不能干涉 他国内政和法律运行 没错吧